Sava流行数位媒体 邀您共赏今晚开赞吧 今晚开赞吧 大鸟哥 你们男人是不是都很不能 勇于承认错误跟坚持不道歉 对 就是这样 也不能说一概全部都是这样的 但是确实 男人有时候碍于面子 就是不太愿意低头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对不起 我一个朋友就是这样 他也是有一次要答应他老婆 好像要出去玩 没想到那一天 朋友临时约了一下 好兄弟约了一下 他就出去了 就忘了答应老婆的事情 这是打死该骂好不好 真的 这次回来就被骂 干骄都要死 可是我跟你说 女生要的真的很简单 他只要诚恳道歉 我相信女生都OK 是 但是男生有时候 你要叫他低下头来 然后跟老婆说一声对不起 其实也是有一点困 什么毛病 但是他想了一个故事 他说老婆讲个故事给你听 有一只小鸭 然后他有一天出去 他想要跟前面的小鸭要排队 然后他想要对齐 结果他一直对不起 所以那个鸭子 就一直在喃喃自语这样 对不起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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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这样 我觉得还算是有想道歉 至少我觉得这样还蛮好笑 还蛮可以接受 对不起 对啦 所以观众朋友 做错事能把问题顺利解决就好 还是第一时间道歉才是王道好不好 就赶快说对不起吗 对不起鸭 对不起鸭 欢迎收看今晚开战吧 首先欢迎李游千奇百怪 但这是不愿意直接道歉的李游博 李游博 什么 土地公土地婆 他好像土地婆佩佩 哪来那么多借口理由 不是说借口理由 因为有的事情你还是有 是非对错 那就道歉 不是 不见得是我们有错 你一定就失望了 那有时候你就算 那道歉没诚意有用吗 你看一开始就看得出来 你有背的诚意 诚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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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这边就不要 我这边那种听一堆理由 但就是等不到一句道歉的 控诉大队 来 控诉大队 怎么那么可怜 我们要的就是一句诚恨道歉 不是 我跟你讲 就算你不说对不起 你可以用其他 例如说搞笑或干嘛 就是先示软 然后人家火就先消一半 不是在那边撑嘛 对不对 对 讲一个谎 你要编更多谎就有病人 在那边找借口 说自己做怎么样 借口 然后你先道歉就挨一截了 你就讲这个故事给他听啊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我已经背下来了 我觉得可以 所以我当中 你会碰到这些事情啊 就是像是有一个同事的 但没一次 就很常会把没把事情做好 然后就搞到 大家必须要陪他加班嘛 那奇怪了 你明明知道是因为你的问题 搞到他陪你加班 一句道歉居然就没有了 真的 这不行啊 真的不行啊 然后又在那边说 不是啊 因为我这样子嘛 如果道歉就矮人家一截 对不起啊 其实就你们要留下来陪我 那是因为你的关系耶 那大家才陪你加班 真的好衰 对啊 或是说另外一半 本来原本答应要带你去看医生嘛 对不对 然后结果对方居然就忘记了 他居然还跟人家约跑出去喝酒 跟他讲提醒他 他居然一句对不起都没有 好过分喔 真的 好过分耶 救了人家一截 是谁啊 要这样 太过分了吧 太厉害人家一截 就不要聊 所以小亮哥跟那个 常道歉是不是 对啊 跟辣豆是不是常常 每天都道歉 所以一开始就问大家 做错事第一时间主动道歉 比什么都来得重要吗 对 请你取牌 当然啊 一定要啊 当然不一定啊 这就是你的诚意 跟你到底有没有做错事情 然后承认错误的勇气 对 我是这样子说的 有的时候你不能千篇一律 认为说什么事 你都是先道歉 有的时候不是我们的问题 是吗 我举个例好了 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 我们已经认识了三十年的好朋友了 永远来见面 后来我家都是带不同的女生 他一来又带一个女的 你还知道 每次都不一样 我们会认不出来啊 既然是好朋友 我们一定帮忙抬掉 帮忙push 对不对 我说我跟你讲 那个某某某 这个最近你不在场 都跟我们形容说 你又漂亮 人又温柔又婉约 然后把他服饰 这个服服帖帖的 他真是爱你爱到 只要一张嘴 五句话有三句话都在喊你的名 这么好 那我们就这样帮他push 五句话三句话都在喊你的名 另外两句一张话 然后这个女的心花怒放 他笑得合不笼子 我笑他也不错 对不对 但你知道我们这样夸久的嘴巴 也会渴嘛 然后渴到一会 那个就很自然的 Jesse要不要喝什么 来来 别想什么的 自己来 那我就要走过去 我一想拿饮料的时候 我朋友脸色大变 Lisa啦 什么Jesse 你不要乱笑 我爱你 她是Lisa 好烦喔 是啊 Jesse是上一次那个女的 哦 听起来还是你的错啊 对啊 我觉得我们没有错的理由是 你每次都带不一样的女生来 然后搞得我们不是Lisa啦 不然就是什么 反正在我们没有办法搞一个 我如果碰到这种朋友 我会说 怎么跟上次带的不一样 我会直接这样 你直接想 不行啊 这怎么可以 那你才正要跟他道歉的 我跟你讲 闹失望 像这种就是 做什么事情自有老天收 你看那个男的是不是就是报应 不是你的问题啊 对 所以他已经结不了婚 所以有道理 对 老天收啊 真的 有道理 对 他报应啊 他真的是一直想要找一个理想 对象 但是没办法 对啊 限世报 对 对 不在我们 有道理 你们俩今天会不会聊完之后 发现你们俩根本没救了 真的 不会不会 有时候你做错了 大家有一个共同感觉 对不对 你一看到那个气氛不动 你就显到情就对了 对啊 有时候有一次我是真的超火大的 这个哪时候是刚好到台湾的时候啊 我那时候没什么朋友啊 对不对 然后就认识了刚好这个台湾的男生 一些小好兄弟 可以跟我用英文聊天沟通的 然后他们就约我去个KTV 然后我大概那个包厢 哇 就是好多人的哪一种 然后我觉得跟巴西好不一样 就是大家会在那边 查发文有戏啊 喝酒什么的 然后说有那么多人 啾 我眼睛就马上看到了 我觉得真的真心就是超漂亮的那个女生 然后我就见识默默地过去一下 然后就问她 我可以坐在你旁边吗 用一个破中文跟她聊一下 她说可以可以坐可以坐 然后就稍微用跟她聊一下 可是没办法 用的中文不好 她的英文也不行 然后我就是在那边很卡 就是聊了句句之后呢 我就发现其实现场很吵 然后我就跟她说 就是方便在一个FV吗 一个脸书 她说可以啊可以啊 然后就聊了嘛 我就开心嘛 而且她等一下给我的那个感觉很亲切 然后就 然后我们就解散了嘛 我就跟朋友说 哎 哎 哎 不错 我就哪逻较到的联络方式 哎 哎我一样рь一样 很厉害啊什么都不要这样啦 就是 就是先交给朋友嘛 就对了 嗯 所以我们因为还早嘛 他就问我要不要去哪里 就说坑你们啊 他们带我去隔壁的个酒吧嘛 然后我在酒吧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他们跟我说 哎 我 øい 我要我跟妳讲 其中一个朋友 我帮妳跟他讲话啦 因为我用中文跟她打字 而且我非常了结台湾女生 因为她是台湾人嘛 我跟你讲 我用当地的那个模式跟她聊天 让她跟你好好地互动 说好 没问题 然后呢 因为我的中文不好嘛 所以这个是等一下那个对话的感觉 我就看到他写了 Hey baby 然后到后面到了几句中文 我看不太懂 可是没关系 我就问他 你为什么要加英中文 他说台湾女生 如果你把英文加里面 他们会觉得你真的是老外 很高级 他们很吃谁套的 我说 哦 好 然后他就 有吗 然后女生就会这样子 哦 我也是啊 就是什么什么 你不是不会中文吗 然后他就这样写 耶耶 可是我是用Google翻译 跟你谈谈一下 哦 谈谈 对不对 合理嘛 很努力啦 对 然后他说 哦 好的 他就写了一堆中文就可能不懂嘛 然后就太美丽 我说 哎 不错 他跟那个女生说 我觉得她很漂亮 嗯 OK啊 然后他说 哎 好 谢谢你了 可是这个我是可能不懂的 对不对 然后他就来说 什么什么的 Have some fun 对一个外国人的角度来想的话 好像说 他可能在约她 可能下个礼拜还是下一次 一起have some fun 去玩嘛 然后他说 哎 这么样的fun 我还是看得到fun 我觉得也不错 然后他说 You know right 然后就是中文我可能不懂 然后party 也不错 因为他去个夜店 那一个酒吧合理 不到五分钟 我被封锁了 太好伤了 我先跟大家解答一下 好想看哦 然后中文到底讲到什么 好想看 Hey babe 很高兴认识你 没问题 正常 对 有礼貌 有礼貌 光备你了 你的嘴唇 嘴唇跟性感的屁股迷住了 我的天啊 嗨 嗨 我的天啊 他就是在约炮的啊 唸一句Hey babe就奇怪了 这不是 Hey babe 太怪的 刚才你像完整个 什么人家叫 但是他说谢谢你了 然后过来 他就说谢谢你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表情就是那一种 你知道吗 害羞的表情就是怪怪的感觉 然后他就来了 什么 你就是在约炮 对啊 你要不要现在 现在 因为我在隔壁的酒吧 他还在那个包箱KTV嘛 然后他说怎么样的烦 来咯 什么 两个人的死亡 天啊 天啊 太惨了 我跟你们讲 我等下在那边 因为我的Google翻译 去把这个东西翻了 直播 你才破案 这好我嘛 对啊 我们把戏了 我们外国人不会这么的 不要连的 直接这样子去约人家的 可是他就说 不好意思 我会所有讨论女生吃这一套 我就说没有 我也不知道 我是给你们害的 然后打我一起不道歉 你知道吗 好来 聪明哥 你有什么借口 为什么你要这样等他呢 而且还跟我说 你到处都是没 帮你招下一个 可是我的重点不是招下一个 我就是要他 你这个朋友可能只是想说 反正跟你那么熟 想要请你帮个忙 用你的名字 约他出来 所以他讲话比较直接一点 对 有可能是 他自己要约那个女生 对 应该是这样 星星把我黑掉了 对 反正也不关他的事 这叫朋友 如果他约出来的 那就是他可以约到的 对 这你朋友 他要绑得很快 他要绑得很快 我猜可能是这样子 我自己是不会做这种事 不会 只是说Lisa叫成Jesse这样 对 只是这样而已 你会不会把你老婆的名字 也叫出来 不会 因为只要每一任女朋友 又有点叫宝贝就对了 聪明 就像有一个老头一样 一直叫他老婆 叫亲爱的 八九十岁还叫亲爱的 不笑 对啊 然后要问他说 哇 你们怎么那么好 那种年纪这么大 这么老了 还这样称呼对方 那样 没有 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 你知道吗 还用老人自在这样子 好严重啊 对吧 我们来看一看这些 爱讲理由的那种理由别 那种不道歉的人 都会有哪一些行为 太严重了 情报站大调查 节目与网路各大社团 合作问卷调查 让所有粉丝观众 都有机会发表你的意见 而今天将由特派员又云 为网友们说出心底话哦 根据今晚开打官方粉丝团 还有传递幸福中置 分享甜蜜爱情故事 维持幸福婚姻的效果技巧 合作民调整理出 到底这些理由博们 有哪一些借口 最讨厌的不会道歉行为 首先来看到第四名就是 热心过头帮到忙 还要用哀怨的语气说 我是为你好 我只是好心 这在11.9% 那接下来呢 第五名是什么呢 就是做错事 反而像个受害者 还po文讨拍 这在9.5% 好 有网友就分享就说呢 他有一次帮同事 买午餐 那就买了牛肉面 结果那个同事就说 可是不好意思我不吃牛 好 那这件事情 因为第一次嘛 所以就算了 结果下一次呢 大家在订午餐的时候 这个网友呢 他又帮他那位同事 订了牛肉烘饭 让他的同事当场是傻眼 他就说 我就不记得有什么办法 另外呢 也有一位男性网友就抱怨说 自己的女朋友呢 每一次做错事情 不道歉就算了 还会就是发那种 IG的那种全黑的黑屏文就说 对啦 都我的错啦 就我的错啊 怎么样 就是你知道 这种po文 也是让这个男性网友 真的一秒钟火大 好啦 这些死不道歉的人的 惯用一招就是 装可怜 是不是这样的吗 真的 自己做错事情还要当受害者 那是我第一个男朋友 而且交往快六年 最后分手的时候呢 他是在外面造谣说 是我因为进入演艺圈 然后看不起他 早就想跟他分手了 然后让他的家人朋友 到我的那个时候 公开的粉专去骂我 天啊 他受伤这么深 不是 他是他自己 他自己习惯 自信心缺乏 导致小剧场 我们大概交往 差不多快两年的时候 有一次我就搭他 手机平板里面 突然就发现他的私讯 就是意外之中 发现他私讯里面 蜜了很多女生 圆妹 出来 然后我就大崩溃 然后我就说要跟他分手 然后结果他就说 就是死都不肯跟我分手 然后就是 守在我家门口的那一种 然后我就说 那不然 如果你要跟我复合的话 那你的密码就要交出来 他就还在那装可怜说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我们两个之间的信任就没了 你确定吗 然后我就说 那你怎么会就是 就是还去约妹什么 跟妹聊天 他说 这就是我的个性啊 然后我说那你就要改 他说 你确定要我改吗 这你改了 他说 他说 改了之后 就不是原本的我了 就不是你喜欢的这个我了 他就是摆明了 他有女朋友 他就是那一种讲清楚 但我还是要玩啊 要约炮之前 我还是会跟你讲说 我有女朋友 我不知道 现在很多男生是会直接讲 他就觉得他没有责任 我讲清楚 你要年少人是你的事 后来拿了密码之后 他就乖了好几年 他后来就是 他每天下班回家之前 就会先删对话记录 连他跟他男生朋友的群组 也全部都删掉 就后来他过了几年 他跟我说 他想要去上海拼拼看 然后呢他去之后 他大概一两个月会回来一次 然后很奇妙的是 这中间大概快两年 他去上海 然后我在台北 他每次回来的时候 我都会一样查他手机 但我就没有查到任何东西 因为他回来之前 就会先删掉嘛 到那个快六年的时候 然后呢他那一次回来 也是还蛮戏剧化的 就是那一天他要回上海 然后他在睡觉 然后我早上先起来 我就确认他手机 想说他要走之前 我再确认一次 然后呢 我竟然发现 他里面有一个聊天软体 是跟外国女生聊天的 因为他在上海 那边很多外国人 那个对话记录是 他刚去上海那一年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没有删掉 反正就跑出来 反正就是老天注定 然后里面一样就是 我想你 你要不要出来 然后就说 我在夜店啊什么的 这样要不要出来玩啊 这样拍录影 我就心里就想说 狗该比较吃屎 然后于是呢 我也做了一件蛮狠的事情 我就把它截图截下来 然后呢 我用他的微信 包到他朋友圈去 让他朋友看 最独妇人心的 他做了这么多事情 你的结论是 最独妇人心 刚刚好吧 原来包到全主 你自己敢做 不然他看了 对啊 然后呢 弄完之后呢 我就装没事 然后呢 他就醒来之后 他就说他去买早餐 然后呢 他就 买买买地跑回来 跟我讲说 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你怎么可以把那个 对话截图PO上去 我跟你说 那是我上海的室友 跟女生的对话 聊天记录 还有没有 他说不是我 这不是我 然后他说 然后我就说 这样哦 因为他就很习惯性说谎 我说这样这样 我就不想吵 我想分手 然后呢 他竟然还在我面前说 你不相信是不是 我现在打给我室友 然后他就在我面前 打给他室友 然后说 你跟他讲 然后他就让他室友 跟我对质 然后呢 他就说 你说是不是那个对话 记录是你传 那是你传的 他说 他室友就一直笑说 哈哈哈哈 对啦 对啦 是我啦 是我 然后我跟他两个 都觉得很荒谬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 哦 对对对 哦 OK OK 好 拜拜 然后结果 我就带他去机场 然后他下车的时候 还跟我讲说 你放心 我很快会回来陪你 然后他一走之后 然后我就开车一开车 我就马上打电话 跟我朋友讲说 我要找房子 我要搬走 结果不久之后 我就收到了嘛 我粉丝团就他们来骂我 连他妈妈都来骂我 然后说我要跟他分手 是我预谋的 因为我进了演艺圈之后 然后我就是看不起他 然后我就想要 然后就想要跟他分手了 就是找一个理由 就说他聊妹 然后要跟他分手 然后他朋友就觉得他太可怜了 然后我不知道他朋友圈怎么讲的 反正他就是讲说 我就是造谣他去聊妹 可是事实上是他造谣我 我不太理解说男生的这种心态 就是你已经在一起六年 然后你也愿意为他这样子 然后就是很明显的还是很爱他 但为什么会有这种 他就是痒 有不安定的灵魂 对 原谅我不安定的灵魂 你就要玩你就去玩嘛 对 其实这种人不少 你像我以前就有认识一个不熟的朋友 然后都已经结婚 有小孩了 但是他就可以在办公室里面 去弄这个A女B女 然后搞得这些女生都不知道彼此怎么样 然后也可以瞒着老婆 那也很奇怪 这些人难道不知道他结婚吗 也知道 可是他就是一张嘴 他不是一直都不道歉吗 分手之后也不道歉对不对 连对不起压他都不要 没有 他到五年分手五年之后 因为我把他账号都封锁了 他五年之后还是觉得我比较好 然后他申请了另外的账号 然后来密我 私讯我 然后才跟我说 对不起 要抱歉他以前年轻的时候 不懂事 然后就做很多伤害我的事情 对 不懂得珍惜我 然后很怀念以前的时光 还不及了 对啊 对啊 他就是到五六年之后 我感觉了 他其实是因为他看了一圈 然后可能就 发现你好 发现还是我好 我觉得他就是在上海被人家抛弃 应该 或是玩烂流 他是遇到感情的问题 或是遇到可能工作上有关系的 这个是我经纪人 真的超不要脸的 是前经纪人吗 就现在的经纪人 现在的经纪人 他人还有在谢了吗 他应该我不知道 他应该还没有 他知道他钱你知道吗 应该签完支票就走了 对啊 我一开始就是当艺人之前 我一直在做模特 我在泰国香港的国际模特 然后我跟模特的经纪人合作 本来已经习惯了那个模式 其实我们不需要什么知名度高了 我们只要工作练好就OK了 可是当初我终向刚回台湾 我就开始上节目嘛 二分之一强啊 是我的一个节目啊 然后在那边还是跟经纪公司合作 就是模特这一块的 他跟模特的方法完全不一样 因为他是希望我可以上节目的时候 可以多有曝光啊 做一些效果啊 所以他给我好多的idea 他们说你要脱衣服 一定会那个戴收视率啊 因为那个画面就好啊 什么什么的 然后我想说 好 试试看 只要我的身材 当下是我觉得满意的话 那就可以露露看嘛 可是你要跟我提早 先讲 先讲 对 因为我如果等下 就像我现在在当季的时候 其实那个身材的线条 不会到那么明显 那你知道我现场脱 脱得不好看 对了 所以很吃亏啊 对节目来说也没有什么好看的啊 他说好 好 好 我都知道 我会提早跟你讲 然后有一次我去 去上个节目嘛 然后提早几天 已经维好一些 我们大概要讲的东西啊 或者那个节目的流程 对不对 然后我完全没有提到 要脱衣服哦 等到我们就是 上节目的那一天 前面几分钟在那个摄影棚 对了 是他打印节目 那我从一个 中业的艺人 要赶快去做嘛 对不对 我不能是 现场跟人家吵 然后说好 那节目开始 大家聊聊天啊 对 然后那个时候就 哦 拖一拖 然后下节目之后 大家在那边 在门口等我 对不对 就开始闹了 就是你不是跟我说 一会提早跟我讲吗 他说没关系啊 可是我觉得你身材很好 可是你觉得我身材很好 可是我觉得我身材好 是远回戏 对 这会害我在节目 就是没有办法 好好地做效果 因为我自己不自在 他说没关系 没关系 我说这个是不能没关系的 我们是要好好合作的 就是要好好去沟通 然后呢 跟他就是超了一种时间 我就回家了嘛 回家的时候就发现 好多朋友在迷我 哎 我跟你说 你为什么那么大牌 好像是现在就是 他头撞了什么 我说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就开我的个人脸书 我一打开 就看到好多人在蜜我 然后就发现 我亲戚人 在他的个人脸书 就写了一句话就是 东大姐工作还骂我 就写你骗我你知道吗 而且他心上 只有一个外国艺人 就是我啊 就是你啊 你是我啊 很明显啊 就是那边 这么可怜 这重你 这个经纪人要是佩佩跟昌明哥 他们还是不会道歉 这不会道歉是不是 师傅道歉 我刚在开录之前 看你记得跟制作人说 你今天要脱衣服 没有 就这样子吧 就这样子 这个也没有值得道歉的点吗 经纪人要说 对不起 我不应该跟你合作 你不散搞 是吗 不要 等一下 因为佩佩也是这种 不道歉然后装可怜 没有装可怜 是真可怜 我跟你说 不能道歉 因为如果是好朋友 就应该能理解你 不需要道歉啊 我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不是有组一个团体吗 就是有我跟依依 还有洆湞跟蔡亦凡 我们四个人 是好朋友 常会用LINE聊天这样 然后有一次呢 蔡亦凡她就 开始在LINE里面跟我们说 她遇到了有一个朋友 并不是做了 对她很OK的事情 就在那边开始讲 那我就觉得 你不是早就知道她是这样的人了吗 我们这一次听你讲完话之后 你下次如果继续跟她当朋友 你还是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啊 我觉得这样不行 她太可怜了 所以我就开始跟她讲一些道理 我觉得 你既然知道她是这种人 你就不能跟她深交 你干脆远离她 然后就讲了一堆之后 依依跟洆湞也进来安慰她 然后我们三个都安慰完之后 她就说 谢谢洆湞跟依依的安慰 真的很谢谢你们 就独漏我 我就觉得有点难看了 我就觉得你怎么了 我在安慰你 你怎么可以 就是好像一副就是我讲的 没有什么道理的样子 还有点生气这样 我就跟她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我也是在安慰你 怎样怎样 然后她就说 可是你讲的不是我想听的 对啊 怎么可以 然后结果后来 我们就两个要吵起来了 然后洆湞跟依依就私讯我说 我跟你说巨蝎座的女生 她在讲心事的时候 她其实不是真的要听到什么答案 她就只是想要有人听她讲 诉诉苦 对 然后就 所以依依跟洆湞就说 好啦好啦 出来喝下午茶啦 那个女生怎么这样 来喝下午茶啦 她要的是这种 我就想 好像我这个方法是错了 但是我也不是坏人啊 然后所以我就 我想要解释 让蔡依凡知道 我就跟她说 你有没有比较一下 刚才你说的那个坏女生 那个绿茶婊 跟我 我是不是好朋友 我苦口 我帽子被你讨厌的危险 然后我就 真的很可怜的在那边跟她解释 我就是不想道歉 因为 这种人就是 单纯简单一个道歉 就可以把小事化成无 但你要把它 不得很大错 没有 不行 但是听起来她也没有道歉的理由 对啊 不是啊 她听起来没有道歉的理由 没错啊 但她听起来更没有 当初要在那边说 为什么你不谢谢我的理由啊 我觉得佩佩是因为她受伤了 对我受伤了 好可怜 因为呢 我是真可怜 不是 我跟你讲 其实都是这样子 大家都站在自己的立场 没有去看对方的立场 对 同时她需要你安慰她 她会觉得说 你这姐妹根本不了解我 对 然后你还要我去跟你说谢谢 可是你要 你给我的安慰不是我需要的啊 也是有点道理啦 所以我能理解她 就是她会不开心 但我还是觉得 我不需要到 佩佩 就一句话 你太认真 太用力 对 真的 你其实就丁一一一 他们一样就是 反正出来喝个下午茶 对啊 对啊 但她在燃焦生命在关怀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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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装可怜 还要我们来看一下那种网友 还有什么不能接受的行为 好吗 佑云 好 接下来就来看一下咯 第二名就是刚刚说的 吵架时就是不肯认错 而且非得争到赢不可 好 我就占了百分之二十八点六 有网友就分享就是说呢 他很明确的有跟自己的男友说过 就是不要去载其他的女生 结果还是每一次都被他发现 男友偶尔会去载一些其他的女同事 当中央空调 然后两个人就会因为这样的吵架 结果男友每次都死不认错 就会说 就载一下而已 又不会怎样 然后反而把错都归在这个网友头上啦 另外也有一位网友就分享就说 老婆每次拖地那个拖把都没有扭干 所以导致整个地板都会湿搭搭的 就有一次好死不死呢 他就是没有注意到地板是湿的 结果整个人滑倒摔在地上 结果老婆还怪她说 你走路怎么不小心一点 好啦 理由大王的第二招就是 方式都要真到一 昂明哥 你到底要这样到什么时候 我朋友怎么会是这种人 音品音 你不能要这个眼光 我跟你讲 我说一个事件给你听听好了 就有的时候婚姻里面吵架难免 亚兰也是跟你一样就是不道歉的吗 他从以前就不轻易道歉 所以那你们两个吵架不是很容易印在那儿 以前吵到一个段落了 他气到一个 他可能甩门就出去 行进中他也是门一开就跳出去 也太危险了吧 而且还不激烈 好 然后后来我就跟他沟通 我说再怎么吵都没有关系 因为没有不吵架的 但是不可以甩门就走 把另外一个人留在一个空间里面 我说这是不对的 你会怕 不怕有鬼 好人和 你有孤独恐惧症 是 密闭恐惧症 然后后来呢 好 我们就达成这个协议了 有一天我们在外面 然后开车 两个人 不晓得忘了是讲什么事情就吵起来了 不是吧 那你怎么 你那你 好 吵到家了 一下车 他说 我不管 反正我不可能跟你道歉 你就是这样 你每次都这样 我说我怎样 你不能每次都说我怎样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看完了 他准备转头要闪了 我看那个动作 完了 要走了 那怎么办呢 你又感觉有鬼要来了 背后铃 那我就一个剑步 我就赶快追上去 我不能让他走 那时候是冬天 他穿着羽绒外套 那羽绒外套有帽子 那帽子边面不是都有羽毛吗 风批的羽毛 那他又是长头发 好啦 那那时候 你根本没有心情去顾说我抓什么 我只知道我一把去抓到他的帽子 那帽子有很多的毛嘛 我就要抓住 我就要说 不要走 然后抓住 我不晓得他暴怒 更暴怒 整个 然后就带了 然后手机掉了他都不解 就要跑了 用跑的 我一看 手机掉了 这我就 那我就想 到底要剪手机 开玩笑 手机太贵了 手机很贵啊 老婆再找就有了 不不不 老婆早回来就好 然后我就赶快 一剪手机 剪人几秒 三秒 对 要看你的腰间的这个部分 好不好活动 我狗公腰啊 开玩笑 你道歉 这是事情 一剪起来三秒 这一台都 亚兰不见了 我追出去 我追出去追到外面的门口 外面巷口 没看到人 好快 对 真的有鬼 好厉害喔 你看 有多恐怖啊 所以他现在在参加奥运是不是 还要需要训练 然后我就想说 好 你要这样子 那算了 别说了 我就拿着手 我就回家 那他没带手机 他没带手机 我们已经讲好 你不能甩头就走 那你还是这样子 那我觉得你太 太over了这样 然后后来孩子回来啦 下课啊 什么 他就 慢慢的 那就开始这样 因为等到晚上 那当然这中间我想说 还是得找人啊 草归草 你做这种事 但我还是得要知道你的安危 然后我就找找不到人 因为没有手机嘛 对啊 怎么找 我只能打室内电话 我又不能找他爸妈 因为会让老人家担心 所以我就找 比如说他的妹妹啊 他几个朋友啦 然后结果他妹妹跟朋友 都打天上去给他爸妈 对 然后后来呢 是找了一段落之后 是他的其中一个妹妹 打回来给我 因为我几次有交代我啦 我知道他在哪里 但是我觉得你们这样 不是办法 你要不要去跟他 稍微的挨瞎子一下 我说不是啊 我就把经过告诉他 我说不可以这样啊 什么我去跟他挨瞎子 他说不是嘛 你就说个软话 讲一讲就过了 就回来了 可是我就还在气头上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好啦 你打电话给他 他在哪里 在他妹妹家里 我就个电话打到 他家里面去 他接了 亚兰 亚兰 然后就开始跟他对话 然后但是呢 对没两句 你扯我头发 假的 我扯他头发 我没有 我是穿你的帽子 我是抓帽子 他说有 你扯我头发 你假的 我说我没有 两个人就开始 那个扯头发很痛 女生这条也被人家扯头发 你怎么这么狠心 不是 我不知道 我是真的去拉那个帽子 我不要让你走 然后他说我扯他头 我说我没有 我根本没有感觉扯你头发 他说有 很痛 我说 我说我就是没有 我说不是 现在揍你的事在 你不能这样子跑掉 然后又为了这事 完了 那一通电话 我本来是想说把事情落幕 但是火气又起来了 因为起来了之后呢 电话说 好 不说了 不说了 然后又挂了 挂了之后呢 我想到了晚上11点 孩子一直哭嘛 怎么办呢 那我想 灵机一动 不然让孩子跟他对话 播电话去 那个小孩想你 想跟你说话 妈妈 就讲 然后讲 然后这个时候 亚兰他还是 他也撑住了 然后他就说 没关系啊 反正有爸爸在啊 爸爸会雇你们啊 没关系啊 好 反正 没关系啊 反正妈妈在这边 没事啊 很好 这样也可以啊 就讲这种 五四三的话 你知道吗 大家都在寄托上 对啊 小孩讲讲 我看好像没有什么效用 我就把他接过来 好啦 好啦 想一下嘛 大家平静一点 我说什么事情 夫妻 不需要搞到这个样子 把事情讲开 然后后来我们那一通电话 就又挂了 挂了之后呢 早上起来 我整晚也没睡啊 你知道 然后还起来之后 太兴奋了 难过 他有一位 自己睡一间房间 怕 对 然后早上起来之后 我就马上 电话又打给他 然后最后的解决方法 我就说 好啦 好啦 那个我现在开车 过去到楼下 我打电话给你 代表我到了 你就下来 然后他说 不用 不用啊 不用啊 你不用来接我啊 我说好 就这样子 那我现在出发了 然后我就挂了 我用车 你就是不愿意讲出一句 对不起 我扯到你头发 对不起 我真的没有感觉 我真的 你没有感觉跟他有没有感觉 是两件事啊 可是他夺门而出嘛 那也不对嘛 所以我说 夺门而出这件事情 我真的是觉得 必须的 对不起 我跟你讲 真的有时候 两个人在气头上的时候 需要冷静 是 没错 不是 冷静可以 可是我觉得 你可以到另外一个房间 你可以在哪里 可是你不要让我担心安危 他之前有时候 脱门而出他是去哪里 到了半夜两点三点 还没回来 那你说我怎么睡觉 我不能睡 我没办法睡 我很担心啊 你要我去报警吗 这个一报警的事情 有什么好报警 那就是在夜店狂欢啊 不是 所以要报警吧 这么报警 没有 后来我才知道说 他自己一个人 孤零零的 去坐在公园 不然就坐在 Saven的门口 好可怜喔 太危险了 太危险 所以我开始一句对不起 是危险 等一下 是讲道理的地方 还是讲爱的地方 我要帮昌明哥讲一下话 你知道昌明哥 这个男人有多难得 你知道吗 漂亮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跟我老公说 我不想听你讲话 我出去关门出去 我老公是不会追上来的 像这种会抓住 把人家抓回来的男人 还抓不及 多难得 是不是 我来人同小珍说了一句话 因为我们在国外有一句话 就是说 你可能要帮我翻译一下 Anger的时候 最好闭嘴道歉 因为可能 Danger 只差一个字 对啊 Anger 他那一整段 我翻译一下 就是说 你应该要道歉 你翻译得蛮好 好 上次的事情 打交给他 他下来了 我一直在 后来我真的是有用心 他有肯下来 就已经是这样 我很用心 带着小孩 带着他 我带大家去什么 运动公园 为了这一趴 我已经有大概三十几年 没有玩过老鹰抓小鸡 我当天就拿一趴 我跟你讲 我们在那边玩 好 小孩子抓妈妈 然后我当这边 好可爱 玩一玩 那一趴我玩 大家和乐融融 然后边散步 然后聊聊天 然后说还好 好开心 然后就回家 事情整个都没有了 这个是已经让她 所以老鹰抓小鸡的时候 爸爸在那个中间跟妈妈玩过 他做的 他就知道 好烦喔 越想越记 对啊 然后后来我们是 因为我们还是 跟在那个原则上 你知道吗 然后他也不道歉 我也不道歉 过了两三天 大家都心平气和 然后我们才会拿出来 你看是不是要冷静 对 但是所以我就讲 每一次如果你都是在同样点 是永远只是一个模式 永远都只是叫同一个人道歉 不管对错 那这个事情就会破局了 对啊 会把对方宠坏 真的 后来我就跟他找了一个方法 我就发明了一招 我就说一杯水理论 你去谷歌还真的 我这个还真的谷歌得到 我说就这样子 因为大家吵架就是 我也听不进你 你也听不进我的 我说这样 一杯水放在这里 讲话会口渴嘛 然后我就开始说 好 猜拳 你赢了 水放到你那边 是这样吗 不是 倒掉 你就先讲嘛 在你讲 不管讲多久 我不能插嘴 我就只能听 然后讲到你 没话了 可以了 好 这个时候水拿过来换我 就一股脑 我要辩解也可以 我要指责你也可以 我要讲什么想讲 你也不能回嘴 来来去去 吵不起来 因为你 一定要谁吗 你非 不是 那只是一个向着脑 就是 酒给他 酒给他 酒 对 那是一个发话权 你知道吗 那你就会 你不会去叠他的话上去 你会听 对 蛮赞成昌明哥的那个讲法 就是在当下的时候先冷静 然后事后好好沟通 没有说一定要谁先跟谁道歉 好 虽然前面这样开了一些玩笑 但是真正的大道理要来了 就是呢 你刚才说我们都在开玩笑 启启哈哈 无妨 蔡英凡的大道理 说真的 你知道心理学上有说 比如说你迟到了之后 你不可以说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迟到了 对方听我会更烦 你应该要用正面的态度说 谢谢你等我十分钟 谢谢你等我十分钟 谢谢你体谅我 因为刚才在车 那个塞车或什么的 要用这种方式 我有一个朋友 他很宅 他是上班族 所以他就是都没有在运动 没有出门 所以他就越来越胖 越来越胖 他就对自己很没有自信 没有自信到他后来都不打扮 也不化妆 那我是一个 每天工作很忙的人 我就觉得我心心念念 觉得我一定要约这个朋友出来 带他出来 呼吸一下台北的空气 是多么的清晰 所以我就约了他 今天无论如何 不管你在怎么忙 就放下手边的工作 一定要腾出两个小时出来 我们去买买东西 买买新衣服 买买化妆品 让自己开心一下 他就说好 就殊不知 我那天工作 延连快一个小时 所以我就打电话给他 跟他说 我跟你说 我现在还没有结束 所以你先去 那个附近有那个药妆店 或者是先去白货公司 我说贵姐会推荐你 就是超适合你的 那个眼影 或什么 你先去逛 过了半小时 我还没结束 我又打给他 我跟你说 那附近有 我很熟悉的 那个韩版的 正韩的服装店 你抱我的名字会打折 你赶快去挑 这样 整个台北的专柜都逛完了 对 都逛完了 然后一个小时后我出现了 然后我就看到 这个成果还不错 还蛮满意的 因为他提着大包小包这样子 然后他一出现他就说 我这么难约 你这样子还迟到一个小时以后 这样我更不想出来了 你觉得我要道歉吗 我又说 你知道吗 上帝有说 什么都是最好的安排 你知道吗 这一个小时 你要乐观啊 比如说像我们有时候 录影延连嘛 我们总不能说 我干嘛 就是来接这个通告 延连 不会 我们要自己找事情做 什么都是上帝最好的安排 所以人要乐观 对 像这种事情 你不要道歉 你道歉了 反而对方 所以后来我最后就问他一句说 你看 你买了这么多占利品 来 你现在自己仔细想想 到底是你错 还是我对 我就想你错 你错了 什么 你 好 你对 你对 然后他最后就说我对 我就觉得 好的 你有背啊 大王 真的是 那种惯用的招数还有什么 我们来问一下又宇 好 剩下最后两名 第三名就是 明明就迟到了 还要找各种借口来掩盖 这占了百分之十四点三 最后第一名就是 隐瞒真相被抓包 还要仕途冤煌 这占了百分之三十五点七 有往后就分享自己的老公 就是那种 打死不认错的人 有一次他回到家就发现 自己很心爱很心爱的 那个马克杯被摔破了 然后老公说 没有啊 猫咪用的 结果他看那个家里面监视器 才发现 根本就是老公自己打破 还硬要找借口 我觉得以前就是那个 就很会讲那个业务前男友 他就是也是 他也很会迟到 然后而且他是那种 习惯性说谎 我就亲眼看到他就是 明明在睡觉 然后手机一响 然后他接起来 然后他都是那种眼睛闭着 然后说 喂 是的 我五分钟就到 然后一挂电话就 睡了 牡羊 然后我就说你这样子 你等一下要怎么去 跟人家就是 见面 对啊 我说 他是跟人家约看房子 然后客户在等他 然后他就跟人家说 我五分钟就到 我在路口 然后他就说 没有啊 我等一下就跟他讲说 我的开会完了 这样子就好了 他就是那种会 叫你说 我五分钟就到 然后你在那边等了 十五分钟 半个小时 然后他才到 然后到的时候 他就装没事 然后我说你迟到半个小时 然后他就说 因为路上塞车 然后没 那我们走吧 去哪 然后我就想说 装没事 到刚刚发生什么事 我等了那半小时 就当作没事 然后就这样 就忍忍忍忍忍忍 忍到有一次 中午的时候要出去约会 然后呢 我的中午大概就十二点吧 十二点的时候 我就化好妆 在家里等 那是一开始交往前期 好 然后就是化好妆 在家里等 然后我就开始密他 你大概什么时候要到 然后就是你在哪儿之类的 他就完全没有回信息 后来我就觉得奇怪 然后我就打电话 打电话不接 你知道我等到几点吗 几点 他下午六点多 突然才出现 然后就说 我现在要过去了 等一下下 五分钟之后下来 我就说怎么回事 然后我下去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说 他就说上车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就是那种理所当然的样 可是这次我不是等 十五分钟半个小时 我等了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 他一个前面不知道去干嘛 对 然后我就说 你刚刚在干嘛 为什么不回讯息 不接电话 没有啊 我刚刚在开会啊 我说你开会的时候 你也可以回 他说不行 刚刚那个会就是 就太座了 不能用手机 我说你六个小时 你中间总会去厕所吧 你总会喝个水吃饭吧 你会回个讯息 跟我讲一下说 延期吗 对 他说 没有 就是不行 就是不行 然后我就想说 这种六个小时 在问大牛哥 可以做好多事 真的 我跟你讲 但大牛哥现在已经变好了 他刚自己讲的 对 我跟你中很多数 我觉得听起来 他是一个很自我的人 自我的人 你刚才讲到底没有用 没有用 他觉得他自己就是忘不到了 像这个迟到这件事 我之前不是主持 电台主持了二十多年 然后你知道早上九点 on air 所以那个是上半时间 塞到一个 那你完全没办法掌控 那个 我说那时候体力也很好 常常喝到五六点 还有九点 还不是你们 然后呢 好了 那礼拜一又开车 这个车真的超塞 一到电台 不好意思大家 车子很塞 然后所以迟到了几分钟 第二天 想说 也早五分钟出门 还是迟到了 不好意思 那个路上有人在施工 然后结果整个塞住了 那第三天 天哪 怎么又迟到了 我整个就很慌了 好了 一进去之后 你不能说我睡太晚 对不起 我又迟到了 这个很奇怪 我一定要想一个正当的理由 所以我就想 没有 今天下雨 那个停车场怎么会这样子 刚停下来要停车的时候 太滑了 我的车整个打滑 左前方去尻到墙壁 整个尻下去 我在吊漆 可是下去看你车好好的 对 然后打档 在旁边一听 他就听到我说 怎么车子在停车场 或许撞到墙壁 他整个一个脸就这样 你是在开玩笑吗 我们的脸也甚至便不了 自己很心虚 但是在那个状况之下 我们还是要很勇敢地 扯这些理由 你说开开玩笑 会有缓和气氛 我跟你讲 你现在就是这样子 不知道现在 缓更多话 对 这很累 一个真诚的道歉 绝对不是说 一个对不起 我们就没事了 但一句真诚的对不起 绝对可以化解很多不愉快的 真的 我真心觉得 情侣夫妻 一定要有一个 就一个礼拜可能一天 聊聊这一个月发什么事 或这个礼拜发什么事 然后真的有需要道歉的事情 看着彼此的眼睛 真诚道歉 因为我觉得道歉 对关系的修复很重要 一定要看眼睛 一定要 那个眼神交流 看额头不行 你发烂蜜 你发烂蜜 对啊 今天谢谢大家的分享 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上我们的粉丝团 按赞留言跟投票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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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哎呦 哎呦 你亦获觉得他私底下 是一个难搞的废物 哎呦 不要哭啦 看到第二公斤 就是现在 拖拖就站在这里 一副勾公公的手走入正常吗 假设我有媳妇的话 我是OK的 你 你很喜欢 小姐不惜地 24小时不断线 强檔综艺节目 热映中搜寻 东森娱乐台 今晚开战吧 让你永远选这边 今晚开战吧 让你总是被承赞 新型态互动式综艺节目 快快来订阅 按下小铃铛喔 小铃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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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小铃铛 我 比过 小MC 不好 荣